最近胡人队可谓是颇受关注,首先肯定是因为勒布朗珊姆斯,他第一举一动已经牵动着媒体和球迷的心,连胡人老板珍妮巴斯也经常公开替他说话,其次是几个年轻人,他们在经过夏天的苦练过后,和新加盲的几个老家们进行了一次合练。 主帅沃洞和总经理佩林强都表示这次的合列,能看到,年轻人们很多令人满意的地方,也能总结一些不足的地方。 就在刚刚,美国媒体就铺出一条最新消息,拜纳姆之后胡人又一位冠军成员将付出。 根据NOLA.COM记者Andre Lobev的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萨莎·吴甲西奇今日在新沃尔良为提胡进行了视讯,他渴望能在新萨迹重返NBA。 这就有意思了,吴甲西奇和拜纳姆都曾经是科比的帮手,都追随胡人拿到了两个总冠军,随后逐步淡出人们视野。 没想到这一次,两人居然同一天表达了希望付出的想法。 拜纳姆当年和奥多姆加索尔组成了胡人的内线三高,配合外线的科比贝舍尔,小钱阿里扎·阿泰斯特也是用读两连冠。 从最新他的训练视频来看,移动和脚步还是非常灵活的,如果重返NBA,在洛队还有一体之地。 但是吴甲西奇当年在胡人也没有多少亮眼的发挥,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三分合法球,防守和直球都有点拖后腿,他现在付出会有球队要吗? 几乎确实缺少投手,但是没有防守的投手能让龙梅哥满意吗? 这个打个问号,罗尔顿做了一年板凳,去森林郎才就业了,拜纳姆摩高霍霍,希望能回到NBA展现力量。 而射手吴甲西奇也向走在付出的路上,就连因为宣明快宣布退役的波时金钱还发生。 要是,要顶替记得出战红篮大战,以便能发挥NBA,胡人球迷不禁要问了,老大科比,你什么时候宣布付出呢? 加紧断议一下,把肥肉减一减,明年或者后年付出和詹姆斯并肩作战,再拿一次总冠军吧? 我们期待着